歡迎收看 WTO姐妹會 我之前在網路上面 有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他們說荷蘭人 其實就是很低調 而且他覺得也有一些 比如說錢財 都只是身外植物 所以他們保持得非常低調 就算是他們有買一些奢侈品 他們也會覺得 不要穿在身上 或是帶出去 有點炫耀 好像不太好 譬如說這邊有個大logo 他們走在路上 就會這樣稍微遮一下 對 他們會覺得很久 或拿衣服一直這樣子 一直想擋這樣子 比如說名牌鞋子的話 就不會穿出門 對 但是像台灣人 就是衣服 就算是襯衫 也會故意到 當然要啊 金色的對不對 就怕別人沒看到 當然 當然 所以其實我覺得每個國家 大家對於金錢的觀念 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來好好聊聊 各國的金錢觀 然後旁邊有一個 這個板子就是外國人 在這些事情上面 花錢不手軟 所以大家來猜猜看 是哪些國家 他們在這方面是不手軟 首先第一個是 海味乾貨 太容易了 海味乾貨是香港的 我們讓小公先猜一下 香港啊 你幹嘛投避我的話 真的 因為我 因為我老公就是香港人 真的嗎 對 所以我們家其實 為什麼你不會覺得是韓國呢 你看他們的 韓國你看 人生雞啊 鮑魚啊什麼的 泡菜 泡菜 但是因為就是香港人 他們都會燉糖 對 所以他們都會用干貝啊 或香菇啊 去煲糖 我們家就有很多乾貨啊 香港啊 答對了 完全不意外 我們今天來賓都太厲害了 真的 對 OK 真的 香港人很喜歡買那個 海味乾貨 還有人會刻意保存只十年 然後等生殖 因為這種東西 也是有草賣家的 而且還可以當那個 就有點像台灣有些是 很久的蘿蔔 其實會黑金 會生殖 就是差不多這種東西 我們通常是在 過年還有結婚 放假裝 這兩個時候 就是最捨得花這個東西 可能年輕人就會買三四產品 可是我們這種稍微有年紀的人 只要有錢 也要有時間 就會使用 囤這兩個東西 包 生 吃 度 是什麼包生 鮑魚 海參 魚刺 魚刺 對 還有 魚肚 魚肚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 比較有錢的人 那如果說沒有這麼有錢 他們也會買那種 大香菇 是 對 大的香菇 有這麼大的香菇 這種有毒吧 妳是煮哈密瓜 太大了吧 大片的香菇 真的 妳問那個Janny Janny 有沒有 你們有那麼大的香菇 很大的香菇 上面還有很深的坑紋 對 真的 所以你們家 也是有很多這種乾貨 對 我每次就算回香港 我都會買這些 回來台灣自己煮 因為這些東西 比較台灣 不是買不到 要特意去 可能迪化街的那種 才可以挑得好 我們是送禮 或者是團連飯 鍋連不叫做冬嗎 做冬日 那些我們都是會買這種 乾貨烤味 去送給別人當事人情 因為覺得很有面子 像要花很多錢吧 面子 花很多錢 對啊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 那你們年節送的禮盒 這樣大概要多少錢 如果是你剛才說的那些東西 那個可能兩三千港幣吧 一萬多 一萬多 一萬多一般 這麼貴 天啊 還有可能裡面有那個 發菜 好像頭髮的那一個 發菜 試一試 那個我們也會用來送禮 當中是別人的禮物 我給你看幾張照片 是前陣子我們有辦一個展 裡面都是 那些人去衝去買那個海味 剛剛獲得到 好味 都是一開門 都是怕裡面有一個 還怕買不到 就好像有點周年慶 你看那些婆婆 這都是在香港 哇塞 他們都是藏一包一包的買 而且每個人手上都不只提一袋 好像不用錢的概念 那去 真的太誇張了 去裡面買不是 隨便買買就一兩百萬了 都是搶的 就是你看排隊 大家都排隊等開門 就送進去買 然後放在行李箱裡面 相當有錢人真的很有錢 對 這樣子 不得了 對吃的我覺得很捨得花 我覺得就算沒錢 也是要對不對 好過年對不對 我覺得購完湯就很好了 你這個不一樣 他有人就是 砸那個 二十多萬去買那個什麼燕窩 冬蟲炒 冬蟲炒就放在行李箱 用桌的 那時候就是很瘋的 所以香港人是最愛這個 海味乾貨 對 好 接下來 保養品 化妝品跟香水 這應該全世界的女人都會吧 我覺得 韓國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是韓國 這個比我一顆就不知道了 發展得太多了 對啊 而且韓國這些都 又便宜又好用 對 我覺得是韓國 我也覺得是韓國 我也覺得是韓國 韓國 沒有意義 我們來看看 到底是 二螺絲啊 沒可能 本來就長那麼漂亮 你還要跟別人保養什麼 你們就已經沒有毛細孔了 還要保養 這樣就才要買那些東西 才有這種感覺 就是你們剛才 在台灣很少看到 就是有獨立的賣 保養品還是化妝品的店 就是基本上你們都是 在一個白貨公司 在一樓有一些櫃檯 對 但是在俄羅斯 其實我們這種獨立的 只有賣保養品 化妝品的店非常多 而且開節力店 就是會真的大牌強龍 就是人超多的 因為在台灣 我覺得在那種櫃檯就是一兩個人 就這樣飄來飄去 人很少 但是我們這種店真的很多 那現在我還是在台灣住久了 我會看一些俄羅斯的部落格 還是什麼 那我之前一直覺得很羨慕 但是我現在覺得俄羅斯旅行 真的瘋了 因為像一般的人 就是不是化妝師 可能家裡有 就是那麼多 眼影 那很難用完 然後 50支口紅 也是很成千 50支口紅 然後有些人會收集 像不是有一些大品牌 它會每年還是每個季節 出一些限量版的東西 對 就是大概一兩千塊台幣的那一種 有些人會收集 我覺得很誇張 然後香水也是 像我們有些人會有 就是像衣櫃一樣大的 這種東西 就是很小 那麼大 是整櫃都是香水 全部都是 很多 像我一個朋友家裡就是這樣 然後像我自己現在 控制在酒瓶 就是用完才可以買新的 因為我就是真的 酒瓶也夠多了吧 都只有兩瓶 可是我也差不多是酒瓶 不是 你們這麼多 又怎麼噴 沒有 我覺得噴不完 就依照心情 每天心情不無藥 你可以買不一樣 而且它有時候又換包裝 或是換一點點的味道 像說 不買不行 就要買香水 各位 我會忍舌 我家是到處都是香水 那邊一點 這邊一戳 這邊一點 到處都是 你們家是拿來當香劑的概念 我老婆 我老婆也是 也好多 對 像這 我是真的 像我們不管是上班 還是跟朋友吃飯 一定要化妝 反正每天都要化妝 對 然後像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真的跟台灣 很不一樣的一個現象 就是我有最一個 我們心理學家的IG 他是女生 但是他其實跟其他人不一樣 因為他平常都不會化妝 然後他拍現實動態 他完全不會有如今 就是很自然的感覺 那最近他有剖一個 他上節目的照片 那上節目他已經是有打扮 然後有人幫他化妝 那沒想到其實很多人 開始留言說 終於想人了 你為什麼不可以一直這樣 然後就是好像 開啟 那個開刮 這事好過分 對 這麼一場 真的 對 其實那個女生 我覺得她很強 因為她是一個作家 她出很多書 然後像她IG就有兩百多萬的追求 對 兩百萬 對 然後再來 她是六個小孩的媽媽 六個 對 然後 我覺得這樣還是有人 可以罵她 很邋遢 還是什麼 我覺得真的就是 我就在 去了俄羅斯一萬 應該不太可能發生這種問題 因為大家都應該是懂 就是這種很忙碌的人 然後事業又成功 然後家裡又成功 然後你還要求她外表 一定要很完美 我覺得 就是這樣不太好玩 而且是誰規定一定要化妝 對啊 不管你漂亮不漂亮 我覺得只要有自信 化不化妝都沒有關係 對 還是重點吧 我們男生就是要看化妝 對 當然 好 接下來第三個 裝潢 很肯在裝潢上面花錢 妳看看還有剩下 韓國 我覺得美國 應該是韓國 我覺得是美國 我覺得是美國 我們剛剛有說 美國 美國 國蘭 國蘭人就是很喜歡 花錢在裝潢上面 但是這個不是給其他人看的 就基本上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自己要住得舒服 比如在家裡 就是我們休息的一個地方 回到自己的暖窩 就是應該要是 直接上最開心的事情 那像是我兩個表弟 以前陣子都買了房子 就自己的房子 然後他們就陸陸續續去裝潢 然後都是自己動手去做 然後他們兩個家都 非常的美 就是我大表弟的家 就有個照片 可以給大家看 我覺得會自己動手 裝潢的人很厲害 就是他自己做的啊 對 就自己弄 他是自己畫設計圖 還是自己做 就那個房子就是買好的 然後像是裡面的裝潢 都是自己做的 像是那個地板什麼 都是他們自己補的 地板會自己補 對 要秀 好厲害 太強了吧 他補得很好 他什麼時候會來台灣 我不知道 這個場地上就好像咖啡廳 這是他自己畫的 好舒服 他是念這個方面的專業嗎 他是專門學這個的嗎 不是 不是 他學的是什麼 貿易 然後他的另外一個專業 就是帶狗狗去比賽 就是那種選美比賽 沒有 應該是 應該是要了解說是 所有波蘭人都是像你弟弟一樣 這麼愛自己弄裝潢嗎 對 對 然後就喜歡 比方說家裡能用什麼新的東西 像說我妹妹 他的房間也是大概一個月 就會重新 排那些家具什麼的 至少一次 然後新的那個枕頭什麼的 也會 穿成更換 像我表弟 我那個時候去他的家 他就剛好買了一張桌子 就是這張桌子 都非常的漂亮 是一張石木做的 那也是 我問他那一張桌子 你咱們大概花了多少錢 他們說百萬塊泰幣 百萬塊 但是那個桌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我真的是覺得很值錢 所以它是有雕花還是什麼 沒有 剛剛說是 石木 石木的 很大塊就很貴 石木就很貴了 我覺得會裝潢之外 他們的那個 美感好像也弄得很好 也滿好的 對 我想請問在波蘭 如果找設計師 或是找裝潢公司來設計裝潢 是不是很貴 我沒有遇過有親設計師 去設計家的 那個專業是有 但是我沒有碰過 但是都是自己來 所以可能就只是打工兼差 那個也不是主業 因為也不會賺錢 沒有 就可能那個就是 建築師的副業 就是家裡的裝潢 所以Aina 妳覺得裝潢家裡 花千萬台幣會太多嗎 公了 不是 你沒有 沒有 她還在猶豫 所以她覺得自己還不確定 我是覺得 前萬這個時候 就好像很難想像 你正在數是不是 因為波蘭一個房子 搞不好也沒有那麼貴 對不對 搞不好 因為價不一樣 對 物價不太一樣 好的 接下來 衣服花錢不手軟 就韓國 這剩下韓國 絕對不會是美國就是 美國應該不會 為什麼不會是美國 是因為他們穿衣服 比較沒有品味 都穿好累 他們都穿好累 美國有可能 沒有 美景都以後 你真喜歡一起穿衣服 我不會累 我覺得有可能是美國 因為IG好多的名人 都是穿搭 因為 我跟你講 他們有一句話叫 It's for a show 就是說你出去 不管有錢沒錢 尤其是越沒錢的人 他把全身家當 最好看的 值錢的 穿搭在身上 出去喝個下午茶之類的 所以美國在裝扮外表 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們不手軟 然後他們沒什麼存款 所以家裡有一點錢 所以提醒來賓 我們新住民都在獻上 而且又有美國人 不是 我是有存款的 我是有存款的 他們也有存款 但是你比較有 但我不打扮 你比較有打扮 台灣的觀念 這個很多 不可能美國... 不可能要看到你是 美國都會凹累 免電 怎麼可能是免電 怎麼可能 免電 快想不到 而且你看我們今天 六位新住民裡面 最有設計衣服的就是 詩詩 你看那個 這個還破掉 那個是什麼 這個肩膀都破掉了 因為我們免電 身上有錢 我們的手就會癢癢癢 然後就像剛才 蔡明哥講的 我們不會存錢 我們就會當下把它花了 所以說我們就會買衣服 好意外 然後我們雖然衣服很多 我們就是出去約會的時候 我們不習慣穿回頭衣服 你們是明星嗎 你們是明星嗎 都穿一次而已 穿一次 差不多一次兩次 然後就是摺著摺著放著 然後就是很久兩三年三四年以後 再應該拿出來穿一兩次 賺錢 那不能胖 應該要很大 好嗨喔 而且不能胖 對啊 然後因為我們覺得出去約會 你穿 就讓人家看到你常常穿回頭衣服 我們就會默默地想說 他沒有錢不愁 然後再來因為我姿哥 他之前的貸團 然後貸的是台灣團 然後就交了一個台灣朋友 然後台灣女朋友 然後就把這個女朋友帶回去家裡 然後去了兩個禮拜 然後我媽就看 我哥的女朋友想說 怎麼台灣人是沒有錢嗎 怎麼穿衣服 這兩個禮拜看他穿來穿去 就這兩件衣服而已 但是後來我來了台灣之後 我才知道 台灣人出國不像我們緬甸人一樣 大包小包 就是很多衣服 比如說我們去兩個禮拜 我們絕對 帶衣服是超過兩個禮拜的 太多了 你去時裝秀 他們是準備好要隔離的 對 像台灣是出國 就是清便方便就好 不用帶太多衣服 沒錯 但是我們緬甸出國是這樣的 行李箱 哇塞 哇塞 這個是要去玩一個月是不是 造型師的行李箱吧 沒有 就是大箱小箱 我們絕對不會說 帶著兩套衣服就出國 不會 我們就 反正去幾天 我們就是要超過那個 然後要去之前 我們先去買一堆新衣服 搭配 對 所以說 我們在這裡面很捨得花 真的 因為台灣人出國都穿一些 快破掉快壞掉的衣服 然後就可以把它丟 對 對 到現場買 都不一樣 而且你到現場還會再買 就是 就是在買新的穿 你看像小CALL今天穿這套 穿不穿就丟了 沒有啦 我會改天會再穿衣服 好 接下來看下一個 報稅服務方面他們 花錢不手軟 報稅要花錢不手軟 這不叫不手軟 是被B的 這我覺得答案很明確 對啊 美國 美國嗎 我也覺得 美國人是 真的 報稅不手軟 怎麼說呢 凱莉 真的 因為我們報稅 我們在台灣真的是被 我們的國稅局寵壞了 因為真的是 它太簡單了 連我們外國人都報稅都是 它只是一個20分鐘的事情而已 但在美國它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第一 因為每一個州的州立政府 也會 也要報稅 所以我們會有 國家政府的報稅 也有 州立政府的報稅 然後我們裡面的規則 規矩很多 超級無敵多 非常 他們搞得非常複雜 所以我們自己都要 要收集那些 就是每一個月會 公司會經營你的那個 你今年這個月付了多少 對 扣角平單 那些扣角平單 然後就是你所有的收據 都要自己保留三年 因為它有可能會回去查你的 查稅 太多了吧 就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所以我們一般人 他們平均都會花大概 他可以花150到500塊美金 每一年要報稅 我們都會付這個錢 一萬多萬 報這個服務 請會計師報嗎 所以 對 是請會計師 然後那個就等於全國全美國 一年會花超過 1000億的美金 去付這個報稅服務 報稅 光是報稅服務 三兆台幣 那個是會計師 然後當然我們也有軟體 我們有電腦上的軟體 也可以用來報稅 可是那個軟體也是 差不多150塊錢美金 這麼貴 就是四五千塊錢才定 因為我想如果最近這幾年 你們的狀況沒有太多改變 只是數字不一樣 你就會把今年會計師 幫你弄完表格 COPI下來 明年就照著舔 對不對 還有各位 連COPI都沒有辦法嗎 你會想到嗎 你會想到嗎 你會想得好簡單 一年花1000億在報稅 就是沒有辦法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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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 只剩下韓國了 韓國人很貴 花很多錢的保險嗎 我也覺得保險費 每年都好貴 越來越貴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那麼貴 對 來 因為我們覺得是 你不管是 收入高不高 還是保險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是 比你的意外的情況 所以我先講 我們家裡的時候 我們就是四個人 就是我之前在韓國的時候 我們一個月平均的保險的費用 是台幣大概5萬以上 一個月 保費5萬 四個人 全部人 對 全部 我們家裡都是 例如說我們家 還有我爸媽 還有兩個 就是我跟我弟弟的 我們家 我爸爸的負擔的保險費 一個月大概 我問的時候 大概5萬 所以四萬八 五萬 一年六萬 六十萬 六十萬 所以韓國人買保險 對這個事情是不會手軟 因為覺得是 不是為了自己保護 我就是 保護我的 未來 家人 但會不會沒有錢吃飯 因為都拿去繳保險 負擔滿大的 我們就是很 就是可笑的是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 因為每個月收入變降低了 所以生活有壓力 但是很多韓國人 不敢截保險 然後是 什麼 他們是 我少吃飯就好了 我少買東西 但是保險 我還是要付 就是帶著走 對 所以很多韓國人的想法是 就是這種 為了 未來 保護 就是這種東西 像 譬如說 一人好了 莎莎 我覺得妳的腿那麼漂亮 但是妳常常去外景 那要跟 會受傷 受傷 腿的保險 然後妳一個月 但妳只是平凡路人 妳也要 保妳的腿嗎 因為我身邊有一個 有一個朋友 他不是一個藝人 也不是一個專業的模特兒 但是他和我接 用拍腳的控告 所以他已經保了 他的腿的保險 他一個月 他跟我說 他腳的是台幣 18000 18000 那他腿一定超漂亮的 他一年靠腿工作幾次 兩次 我摸腿 他兩次 你怎麼要滑腿啊 這樣有問題嗎 我覺得好蠢喔 猴子暴走率好像滑腿 一年花21萬6保腿 這20萬 對 保腿 然後兩道的工作機會 韓國人是 比如說 不管什麼都是報到最好為主 對 一定要最高的 意識上可以得到很多 但是其實 這個也是你的一個心理作用 但是如果是你沒有受傷的話 你保險付了這個期間結束後 其實這個費用 不一定會拿得回來 但是對我們來說是 不管怎麼樣還是很重要 我覺得 我們都比較多 比較是意外啊 癌症這種 比較單獨 還有現在很多 投資型的保險 對 投資型的保單 好 所以剛剛我們聊的是 大家很肯花錢的 接下來要聊是 你們國家人在什麼方面是 絕對不會花一毛錢 一毛不拔的 對 絕對你香港人 在什麼地方不花錢 就是找人來專門整理家裡的 主物 對 另外我有看那個 歐美食景秀 就是請那些專門的人 尤其是日本人 會去他們的家裡 然後就是 大翻修啊 收納嘛 雜物啊 收納啊 還有 整療 整療的服務 整療師 就是有一個人 他會分他自己的等級 會先跟你聊天 然後每個 整療師的等級不一樣 那收費也不一樣 他有 幾千塊到幾萬塊的 都有 就是看你家裡面那個 亂成怎麼樣的需求 我覺得老實說 這個價錢對我來講 是很貴的 而且 花錢找人來丟我家裡的東西 比對嘛 那麼多東西是你自己造成的嘛 對不對 那你幹嘛還要找人一摞一摞的問你 這個要不要 那個要不要 對 對 因為有些人會選擇障礙啊 就是捨不得啊 收納障礙啊 這個要學習是改變本來的囤植症 而且重點是因為香港的空間很少 我們也沒有太多的空間去 平常去堆那麼多的東西 因為每 環境小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花錢 找個人去我家問我 你這個還要嗎 你這個還要嗎 而且你整體衣服折疊的時候 我覺得實時是有一點成就感的 我之前也有大開眼界一個 我看到有人搬家 特別請別人來幫他打箱什麼的 打包 打箱 花了快十萬 這個我有看到 那你是千萬裝潢的人嗎 沒有 打包 可是搬家公司不是有這個服務嗎 沒有 搬家公司他裝的 你搬家公司他幫你搬走 比如說那些人有一堆精品 或什麼什麼什麼 你就跟他說這個我要這個這個 一箱 然後這個這個這樣子 搬家打包其實也蠻累的啦 可是要花那麼多錢我捨不得 捨不得自己來 那就是很有錢的人 真的 這個不要 是 OK 好 那美國人的話呢 凱蒂 一毛不拔的地方在哪邊 美國人很喜歡裝潢什麼什麼 不類的 其實我們不 我們很喜歡裝潢 但我們不會花錢做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裝潢跟修理東西 都是我們很喜歡自己DIY 像我叔叔跟我繼父 他們自己在他們自己家 想要多加一個 一間房間 他們不住在一起 他們自己有這兩間的家 自己交接 然後他們自己全部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他們就打造了新的房間 包含水電也是他們自己處理的 水電耶 你會蓋房子嗎 你會蓋房子嗎 我不會蓋房子 但因為我繼父會啊 然後之前我還住美博的時候 因為他的車庫都沒有辦法放車子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那種電具 電具 對 然後他有在教我怎麼做一些家具啊 還有如果我相信如果我有留在美國的話 我現在應該可以做 美國像特利屋這種店 很多 到處都是 是因為我們 我們覺得 也不是因為我們不想花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不需要花錢 我們對這個有興趣 我們覺得這個很好玩 這個是有趣的 然後而且很有成就感 你看我自己做的房子 OK 所以我們的設計師或雙皇師傅 千萬不要去波蘭跟美國 輸車的也不要出去 對 也不要去 因為他們在美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會像Jenny剛剛說的 他們會有拍一些節目 然後我們會看這些節目 學習怎麼自己做 公開是很重要的 公開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 你花這個油漆的刷子 你要刷過去 這個痕跡 很難啊 真的很難啊 好 那珊珊 我覺得俄羅斯人絕對不會花錢 在外面吃俄羅斯菜 俄羅斯料理 就是因為還是對大部分 俄羅斯人到現在還是我們 去外面吃飯就要一些特殊的情況 比方說約會 竹會 神力這種的 所以大部分我們都是在家裡吃飯 那在家裡吃東西 一定是俄羅斯菜 因為是俄羅斯人 對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你是要在外面吃飯 那一定是要找你在家裡 平常不會吃到的料理 才有意義 然後我記得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然後大家對面就是有兩家餐廳 一個是俄羅斯料理 一個是日本料理 那日本料理就是 董事人超多的 然後他們餐廳前面都會 進機台車子 都是專門外送的汽車 對 然後聲音很好 那俄羅斯的三星就是一直人很少 然後他們其實都是不斷進行一些 遊會 一些活動 他們還親了一個 就是一個男生 他全我們古代的服裝 就是吸客人來 還是沒人 對 但是 還是也倒了 對 最後 對 最後這家俄羅斯三星真的倒了 好慘 好可憐 那我覺得你們應該會覺得 韓國人很浪費 因為他們連泡麵都會在外面吃 對啊 對不對 花錢錢人家煮泡麵 對 泡麵就是煮雷啦 其實我們在外面吃 頂飯真的很貴 像我們其實也是 就算在或是我們去吃韓國料理 那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大概 一個人快台幣一千塊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你在台灣可能這樣三百塊 就可以搞定的東西 所以我們真的外面的 就是餐廳很貴 台灣真的是便宜 我上次去俄羅斯的時候 我去吃俄羅斯菜 然後我們想說完蛋 吃飯時間去一定沒位子 一進去 都沒有人 真的 為什麼他們還要開 他們那邊是菜 你可以看你自己要選什麼 是不是賣觀光客 對 就是賣觀光客 都沒人 對啊 好 OK 接下來在我們的緬甸 什麼東西絕對不會花錢買 絕對不會 像韓國一樣 什麼買保險推 我也要買保險 真的 我們緬甸如果是 像台灣也是很喜歡買保險 生小孩買保險 買房子買保險 買車買保險 開店買保險 什麼都是保險 出國也保險 在我們緬甸沒有 我們不會用這個保險 就是會去買什麼保險 像我買房子 我就跟我表姐分享說 我買保險20萬台幣 大概免幣1000萬左右 然後表姐說你瘋了 就覺得怎麼會有這麼回事 買1000多萬的保險 然後覺得就好像是 我把這個錢灑在大海裡面 這樣子 對 因為像我就說 車保險什麼這些要買 因為我來台灣 我也是被台灣感染到 因為我之前就是 樓下的早餐店著火 然後是她原本有買保險 然後是前兩個月要著火的兩個月 她就停付了 那後兩個月之後就著火 然後想說 後面她賠了很多 想說我看到這個 我覺得買保險 在台灣買保險 真的很有用 因為後續都會幫你賠 但是在我們緬甸 覺得保險這個是騙人的 相比說車 車或什麼 你們都不怕之後出什麼狀況嗎 對 不會 我們覺得我們相信 自己 自己處理 自己賠比較好 自己賠 費用很高 所以我們優秀的設計師 跟裝潢工人也不要去緬甸 因為連保險都沒得賣了 沒有保障 沒有 好 那波蘭呢 有什麼是一定不會花的這個錢 在波蘭很不流行 寵物美容 這個很重要 拜託 寵物美容 寵物錢我一定會花 對 毛小孩弄得可愛 漂亮亮的 在波蘭不可能 他們連那個 狗狗洗澡 通常說 這個是有錢人玩的遊戲 一般人 狗狗洗澡 很少 像台灣不是 大概頂多一個禮拜一次嗎 還有那種包月的 對 對 結果他沒有 他們就說這樣子 是虐待寵物 對 所以你們是不洗狗的 不常洗 如果他真的把自己弄髒了的話 就會幫牠洗了 對 那很臭 體味很臭 對啊 在外面有很多灰塵 氣候也沒有像台灣那麼熱 我開 但是像我們家 他們是給專業的人修帽 因為他是西紗 他需要修帽 他如果是要幫牠帽 修好看一點 因為家裡附近可能有 但是修得不好看 所以他們還會 特地開車去比較遠的地方 對 沒錯 三個月一次 就去那個修帽 然後這樣子 花一天的時間來回 哇 每個人都就說 我爸爸媽媽好像那個年紀大了 然後腦袋就 對 很重要 怎麼會這樣 很重要 對 那像我們家有貓 那過年 就之前有一次過年前 我伯伯帶貓咪去洗澡 那貓咪去洗澡 就那個 跟普蘭家人聊天的時候 就說 我們那個灰伯伯家 伯伯覺得說 年紀就要幫那個貓咪打掃除 帶牠去洗澡 哇 我被罵得很慘 我 我被罵得很慘 他說怎麼可以這樣子對貓咪啊 貓咪不是很怕睡嗎 就根本就是女兒來抽屋啊 那天我就說 就不是我帶的 他說可是你允許的 是女允許的 對 然後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那另外一次 我是會撥嵐的時候 貓咪也是在婆婆家 那婆婆覺得說 夏天很熱 然後幫貓咪提帽 所以帶牠可以專業的去提帽 對 哇 那個時候我回來 我的家人看到貓咪 哇 我也被罵得好慘 為什麼 台灣很熱 對 修修毛髮可以吧 對 挺好的 牠們就說 貓咪就是填毛 就是紓壓自己 牠說沒有毛 牠就填自己的皮膚 牠會不會壓力很大 真的那個身體毛 會不會有聲音 我們有讓牠穿襪子 有腳 對 牠就是用那個襪子跟尾巴 那個好像獅子那種 對 我們會給牠留馬靴 對 我被罵得好慘 就基本上臭屋美容 就是不准再 天啊 我養寵物很適合去波蘭 為什麼 我贊成寵物應該 用牠們自然的一個方式 當然譬如說像狗 牠有些時候 很嚴重的體味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清理一下 那貓咪牠不是一隻會自己 負責禽齊 牠們被子滿滿的愛乾淨的 對 牠會愛乾淨 一隻在把自己的 喝 但是當你 而且牠們的毛 或者牠們虛虛那些 其實牠們是 牠會有點感覺不到牠身體 沒有安全感 在這個環境 對 牠其實會有一些壞影響 沒有觸解 我感覺 想覺去波蘭做生意很難 真的 其實我剛剛聽完覺得 韓國人是好像什麼都會花錢 而且 剛才前面講的 譬如說羊貓那些羊寵物的錢 韓國人也很愛花這個錢 然後去外面吃韓國菜 我們覺得這個很正常的 而且我們去國外 一定要吃韓國餐廳 一定要去那邊吃消費 真的 而且吃什麼東西都要 自己帶韓國辣椒 對不對 對啊 然後什麼車子 那個我們覺得是 我們可以做簡單單的 但是如果你一做壞的話 那這個修理費更高 所以要專業的東西 還是要給專業的 所以我剛才聽一聽 韓國人是好像 滿愛花錢的 可以去投資 對 香港也是 對 然後最近很多年輕人也是 比如說新的名牌什麼上市 他們都很會去買錢 但是他們這個消費的生活習慣 就遇到兩個情況 就馬上會改變 第一個就是結婚 結婚之後 如果你就是一生孩子 就是有孩子了 韓國人的這種生活的消費方式 完全改變 可是銅裝很好買 對 應該是180住吧 180住 那什麼就是小孩 可以 真的 學會不會 美國人是美國 不是啦 對 美國人是學好好喔 超明的 不是 我們就是譬如說平常 他就是剛剛講的 很愛買一些名牌 或者是流行什麼 就是一定要買 他有孩子出現之後呢 他為自己花錢是 一個月不到幾千塊 然後這個錢都是存款 或者是他為這筆錢 花在他的小孩 譬如說他的教育 或者是他不穿流行衣服 但是小孩一定要穿流行的衣服 而且要用最好的東西 對 他就不能去幼稚園 不能被笑 所以他一定要完完整的 一個打扮的要 哇 韓國人的消費是 你就是婦姻 你有小孩之間 跟就是後面是完全不一樣 180度 對 我覺得我認同耶 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就是嫁給韓國人 但是他還沒有結婚之前 他確實都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但是後來他結婚之後 生了小孩之後 他把所有的錢 都花在小朋友身上 而且開始賣童裝 對 就是要賺錢 對 要賺錢 然後就是會幫小孩子打扮的 就是很實裝你知道嗎 但是他永遠都是穿T恤 牛仔褲 就是就開始都沒有任何打扮 對 為了小孩啦 對啊 韓國人或日本人 他們 我們是 對 華人 日本年輕人跟韓國年輕人 不太買房子 當然在韓國原因是 可能是因為房價 尤其是首爾 這在過去幾年 漲了30% 但是我的朋友 明明是可以買得起房子的 他偏偏要用那一筆 很高很高的押金 接近那個房價的七成押金 然後租那個房子 房價假設是2000萬 他的押金是1400萬 OK 但他每個月就不需要再付房租了 對 這樣可以住多久 可以住兩年 兩年 對 兩年 這樣才住兩年 兩年之後 他又再把那2000萬拿回來 1400萬拿回來 對不起 對 1400萬拿回來 你數據好好的 我都沒有輸進數 沒錯 沒有 如果可以拿2000萬的話 弄未給你嗎 對 沒錯 所以等於說 他在這兩年 就免費住 在帳面上看起來是免費住 是 對 台灣人也是覺得是 這就是努力賺錢 然後趕快買我自己的房子 對 這是一個很多人的人生目標 以前的話 我的父母也是這種目標來 因為這個房子 我可以給我的小孩 但是現在的話 很多韓國人覺得是 你花這個時間去買這個房子 我們覺得 因為剛剛講的是 第一個講的 我們住房子 你可以住很多不同的好房間 你可以試試看 但是如果是你一旦買房子 那就 就被鎖死了 就被鎖在那邊 而且還會不夠 你要一直賺 負擔都債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代人 跟以前的人 用錢的方法 還有想法 好像也都不一樣 所以問一下各國人 也是這樣嗎 以前跟現在花錢的方法 想法不一樣了呢 杰妮 有 其實我覺得 以前的人跟現在的那個金錢觀 願意花錢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不一樣 我想到的其中一個是 華人生完小孩 我們都會做一個月的月子 對不對 可是以前我的親戚 我嫂嫂好了 我阿姨她懷孕之後 我記得她們都是在家裡 比較多休息 然後要不都是有自己的媽媽 或者是自己的姐妹 去照顧 輪流組那些 比較簡單的 其實那個也不算是什麼補品 就是一般 比較不油 就健康一點的東西 因為以前好像我也記得 沒有特別月餐這個 有 以前小時候我記得沒有 還有如果是帶小孩的 也是長輩用嘴巴講那些秘技 怎麼洗澡 怎麼抱 怎麼餵 怎麼倒鬆拍她的背 對不對 以前都是老一輩用嘴巴講 可是現在年代不一樣 觀念也不一樣 可能賺錢也比較多吧 就會出現有月子中心 我有一些朋友說他們結婚 剛結婚就已經想說 如果我懷孕 我們懷孕 不要去月子中心嗎 就很早就是會討論這個東西 可是月子中心很貴 對 飛機中心 而且好難賓 打爆買 對 所以香港住一個月 大概要花多少錢 或是你們住 坐月子的話 月子中心 香港沒有月子中心而已 以我所知道 月少 沒有像台灣 那有月少 沒有像 對 沒有像台灣這樣一棟 或者是一整層 什麼什麼月子中心 我們好像沒有這個東西 大部分都是請 住在附近的阿姨 或者是去貼個廣告 超市貼個廣告什麼的 想要找一種 培月員 可是到 我不知道多少錢 培月員 好的 可是大部分都是這樣 所以消費模式有點 變了 以前沒有這筆錢 現在又要有這筆預算 才能生小孩 好 哈尼 夠老了 再講的經理 這不是在韓國的 一個年輕人的一些 流行的消費的方法是 可能連我也不太懂得 有些文化 第一個是 共同所有這種文化 共同所有 對 對 譬如說 我們這幾個人 一起就是招募 然後達到這個費用 然後我們一起買 然後輪流帶著 譬如說禮拜一三我呆 二四你呆 對 輪流用就對了 另外一個是 訂閱式的消費 訂閱 訂閱 譬如說一個平台是 裡面會很多藝術品 你每個月繳多少錢的話 那裡面的藝術品 每個月可以放在你的 就是掛在你的家裡 怎麼這麼好 你每個月繳一千塊 一千五百塊台幣 這個很棒 那你每個月大概 可能十萬二十萬 CP值的藝術品 一直不同地 換在你的家裡 這個好棒 在那個網路裡面 所有的藝術品 都可以拿來你們家放 這個忽然可以 很有趣 但是很奇怪 台灣應該也可以來 對 這個很好 但損壞怎麼辦 要賠好多 那一定有賠 他們應該有 破掉或怎麼樣的話 要賠那些他們都會寫 所以 大致上不會拿去故意破掉的話 其實還好 什麼都可以出 另外一個 很多男生流行的是 訂閱式的方式使用車子 你每個月只要 可能大概台幣 五十萬 六十萬的錢的話 這這麼多 也是很高 那個車子是 這個剛剛台幣 可能四千萬 五千萬 就永遠 對 但是他們有自己的車子 然後那一台車 有時候一個月五十萬的話 他們當然是不可能一個人 就是剛剛講的 所以 比如說十個人 二十個人 一條路 然後就輪流開車 因為 所以它就是一個 這個可以 就是十個人 適合那五十萬嘛 就像你一輩子的夢想 是一個金髮辣麵 跟你一起睡一會 金髮辣麵 金髮辣麵我往後看看就好 玩下去 你的意思是金髮辣麵 我們就換來換去是嗎 不行 夢想 No OK 所以今天聊到很多 各個世代的金錢觀 還有各個國家的金錢觀 對不對 覺得說有些生意可以做 有些人才 有些地方不要去 沒錯 OK 今天先來分享 謝謝 謝謝 咱們今天會下次見 拜拜 會來 這個生意沒有人會做 妳會嗎 五十萬嗎 但是 不是一個 要記得喔 幫我們訂閱喔 還有按讚喔 還有開啟小鈴鐺 Oh my god This is Yeah